这个平地起烟是什么情况呢 难道我这里灵气复苏了 不对啊 应该是哪位道友在此杜劫 究竟是谁呢 是小二将 这位道友长得不像银呢 原来他是妖修 修的是那FPS大法 扔两颗烟拉枪线的 你快走两步吧 你拧拧拧的 早上起来地上冒烟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到底是什么原理呢 真的有灵气这个玩意吗 我要坐在这猛西 我是不是也能修成 那个修仙大宗青龙山 他能来接我 到时候先发两颗猪鸡蛋 为两颗安定 精神科专家会诊 最后杨教授为您通电 我成了 我家这个猫也快要成了 那谁家猫六狗吗 早上起来 这两个狗就跟着他一起玩 玩够了之后呢 他就领回来吃饭了 还有一个六狗专业户香菜菜 刚才在这跑着玩呢 我回家拿个电话的功夫 好没影呢 小二将 香菜菜在哪 你糟不糟 这要是拍一个香菜 从这个屋里面走出来 多鲜哪 多有气氛 跑了 找不着了 小二这是又歇过来了 早上起来 溜的这是第几圈 我也不知道 六 来四呀 笑黑 黄胖子好像跑过来了 双猫六狗 跑出去四个 现在就成杀了 小二哪去了呢 为什么黄胖子在这 溜狗呢 小二拿去了 说 小二应该找香菜去了吧 他每次找的都挺准的 我担心他干什么玩意儿 这俩家伙可是偷家呢 我那小罐里面装的是 拔好的瓜子牙 应该是都没了 还要品一下名 现在爱好这么高雅了 这个脸咋的了 又创树了 他经常跑的太快 然后刹不住车 啪就创上什么东西了 我一会检查一下就行 看看里面有没有木棍呢 这一次创的很有技巧啊 皮都没破 就是毛掉了 不像上一次还拔出了两木棍呢 这一次直到表扬 现在问题是这个位置 这是跟别的袍子打架打的 他妈去年也被咬掉一挫毛 但是他妈比他惨 他妈的眼睛都被人踢中了 就被别的袍子踢中 这样算起来香菜菜应该算很厉害了 昨天晚上山上就有袍子打架的声音 原来是香菜菜开团了 而且他还打赢了 他昨晚上没回家 应该就是巩固领地 今早上起来看见我没下来 应该也是防止那只袍回来在看着呢 你这么厉害 我叫你上标可好 就是这个八是自己创的有点逮 难道是打赢了追别的袍子的时候 创的 很有可能啊 本地袍 它的预产期是六指八月份 正好这几天就开打了 这几天我往山上跑勤点 争取给大家拍一个山顶上战争啥的 敬请期待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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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